海地大地震造成了严重的损失 世界各国也纷纷伸出了援手 而众多搜救队员是齐居一堂 在辛苦搜救之余 却也营造出了一些灾难的老友 他们在异地相逢的温馨故事 来看中天特派记者张国华 来自太子港所传回来的最新画面 这里是联合国搜救指挥中心的一个营区 当然也是一个国际的帐篷城 在这里呢 台湾是一个非常受欢迎 非常受尊敬的成员 在这里也有很多老朋友可以相见 搜救队员来自全球各地 见面问好寒暄并不罕见 有趣的是几位十年前去台湾 协助921救灾的墨西哥搜救队员 一下子认出了来自台湾的同行 我们很高兴 因为我们很高兴 使用这个中国人从台湾 更有趣的是法国救援队的队员 他是先认出了台湾的搜救权 才看到熟悉的台湾搜救队员 重逢而感到非常的兴奋 看到他就是很面熟 然后他一讲 然后他一翻译 他说伊朗 我就听到 对对对 就是他有去伊朗 然后他马上就认出来 救灾是一项艰苦的工作 大量的人员伤亡 会让搜救队员心情很压抑 而老友重逢这样的巧事 正好可以调解心情 中天新闻 张国华 钟义庭 太子港的报道